各国要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汇集其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 采取更加有利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